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恐慌 机场安检人员要求数千名刚刚通过安检的乘客重新接受检查 并对稳别事件搭升地C航站楼实施六个小时的关闭措施 许多进出港航班都因此而言误 据了解 江近男子是江西人 目前正在美国留学 根据他室友的介绍 他在机场吻别的女友是跟他同一所大学毕业 你看 就这哥们 他就是个小伙二十八岁 你也不知道他是叫蒋海松啊 还是叫江海松啊 还是叫什么 反正是个是个谐音 他这个样子还蛮可爱的 愣头愣脑的 对对对 看着就像会闯进去的 他当时啊 实际就是说 你也可以见到美国的这个 现在的草木皆兵 就是现在美国那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 就说不能这么放过这小子 说是现在的法律啊 就是说罚款五百美元 最高间仅三十天 那参议员不干了 说他这么一下子闯进去 说是造成一千六百多个乘客 延误六个小时 不止一千六 好像好像是六千哦 是吗 反正甚至还有人算 说整个你要把这损失算起来 上亿美元的损失 他这个机场啊 叫纽沃机场 虽然说是在新泽西州 可是它是纽约三大机场之一 纽约有三个机场 一个是甘奈迪机场 一个是La Guardia 一个是纽沃 所以纽沃很多飞机的 它不是只是一个小的州的机场 是个大机场 然后呢 当时就网上啊 也有人骂法 反正说什么都有 有人骂他说这是个白痴 还有人又要不说损害中国人形象嘛 有人说不用问 肯定是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会干这种事 那也不一定 但是呢 还有人说 说他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真正的责任 你那个机场安检 怎么能够放人 闯过禁区 闯到安检区 实际上呢 据我调查 当时呢 旁边有个警卫 这个警卫啊 他的女朋友已经进去了嘛 咱们经常看到 俩人依依不舍 然后他已经要往里进 然后这个警卫啊 警告过这个江海松 说你不要过这个县 但是说完之后 这警卫就一边溜达 听说打电话 他不 自己的责任 他自己放弃了嘛 所以这江海松 也是中国人嘛 说一看没人管了 沉一下就进去了 跟女朋友就这个吻啊 这一吻 真是一吻千金 一吻清场 不得了 吻了这一下 而且当时美国这个 他二十分钟啊 啊 吻了二十分钟吗 他 是这个人进去 一共前后二十分钟 那很久的 他们形容就叫 吻瘫机场 把机场吻瘫了 但就这样 我觉得要是在中国机场 早把这人抓住了 愣没抓着 没抓走 这他就走了 甚至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事 他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嘛 后来美国这个顺藤摸瓜 抓抓抓 他正在健身房锻炼锻炼 把他抓了 不这个很有意思 就显然就是说是 这个安检人员 或者这个保安人员呢 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溜进去了 进去以后又停了二十分钟 然后 所以他们担心了 是不是有一个恐怖分子 这样进去 所以整个机场瘫痪 是因为怕恐怖分子 我告诉你 上次那个圣诞节那个炸弹了 煤炸比炸的更厉害 就那个煤炸了以后啊 就像大家以前不是听说过 就是这楼上来那个人 走得很响 结果一个鞋子掉地上 就第二个鞋子 他想 哎呀 他想了吧 他就轻轻地放 下面的人一晚上都睡不着 对吧 现在的这个东西 这个煤炸的这个东西 搞得美国现在草木皆兵 其实太害怕了 他这个草木皆兵 就是这个人失踪了 所以说不定就在哪一个飞机上 是吧 说不定就是装了什么 什么炸弹或者怎么样 换句话就是说 这整个事件呢 反映出美国人 现在因为要反恐 然后他对于所有的东西 紧张到一个地步 他就不像以前那么松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的感觉就是说 美国人现在对自由的 个人自由啊 人身自由 还有就是说 跟自由相关的 所谓的人权 定义都不同了 定义不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跟欧盟就不一样了 现在说美国那边 要弄那个什么呢 全身体的扫描 欧盟就不干了 说这侵犯个人隐私 凭什么扫描我全身 但是我跟你说 你扫到李嘉兴 那人就不让他过来 老分那里扫了 这我也就有一个意外的联想 现在不快春运了吗 你反正中国有人 做内裤的生意 给民工啊 这个民工不是回家 把钱每年春运火车上 都有被偷的吗 现在有商家推出三块五 保险内裤 很多民工要啊 因为他把钱可以 三千块钱都在内裤上 就中间不能撒尿 那也很麻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了 我最近听很多美国朋友都说 就说他们这个 全世界所有飞往美国的航班 那叫一个麻烦 我现在都不太喜欢 去天堂的录像第一 因为到美国去啊 你真是麻烦到极点 你比如说 我们通过了机场的安检 你结果上飞机之前 他又重新来一遍 把你从来的东西都打开来 你手提的一个东西呢 你不是经过了吗 他不行 他说这个我们是去美国 而且不止如此 还要随便随机抓人 我看从这次以后 说明不是随机 每个都要抓 全部检查 他不是随机 他更坏的是什么情况 在国内的 他在国内的飞机 飞来飞去 他是有选择的 找人重点查 所谓profiling 他看到白人的 他比较当地的这些白人的 好一点 他看到亚洲人 他有时候就会把你拿出来 重新检查一遍 我有一次被他检查 我就问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被重新查的 一排全是非白人 可是 然后你要是还有中东人的话 他就一定拿出来 最麻烦是这样 你那个名字一看 就像回教的名字 阿卜杜拉 对啊 这个伊斯兰 穆罕默德 信仰伊斯兰的 好 他管你三千 奥巴马要是没当总统 一定是整天被重点查的 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 你也是在培养你未来更多的敌人 就是 你又造成这种 这个歧视仇恨 恰恰是拉登他们 这个恐怖主义的目的 他的打到你的一个楼是小 他打到你的法律的人心 你的出 国家的原则才是大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像我去美国比较早 我1970就去了 那整个给我的感觉 是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 宽松 尊重你 对对 而且是在细节上都尊重你 你比如说你一到美国 我那时候只是留学生 他说欢迎你到美国来 那 那你的感觉觉得好像很温暖 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 简直就是把你当贼看 是 那么这个就很可怕 那么我觉得美国大多数老百姓呢 现在心态也受到这个影响 就是以前呢 他没有这种威胁 美国 美国除了南北战争 对 没错 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 他都是在外面打的 自己这边没怎么打过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只有夏威夷 珍珠港 说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就觉得好像 我随时随地 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恐怖分子来打我 这个变化 我觉得在美国是最大的 他的心理的影响 震撼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会影响以后 他这个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你说这个自由和安全 哪个更重要 实际上你不管怎么查你 没人说没必要 对吗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办 而且你们想 如果这个事情 他不是一个中国留学生 是一个美国的当地人 这个新闻有没有做到这么大 也有可能啊 因为他是瘫痪 因为他整个机场瘫痪 瘫痪机场 这倒不见得是针对这个中国人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身份 在这里面 至少增加了这个新闻的 这是后来 我觉得这只是后来的发展 我觉得美国的新闻 现在已经没有特别强调 中国人不中国人 可是那个事情 刚发生的时候 他六个小时封锁这个机场 找这个人 那个很可怕 那时候非常可怕 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个海松啊 他走了 他自己完全也不觉得这有什么 抓他的时候 他都很奇怪 为什么抓我 可惜那张Kiss的照片不太清楚 要不然就是事迹之吻了 你知道上一个世纪之吻呢 知道那张照片吧 二战 纽约街头 二战结束 不认识的男女 两个人在那里 啪这样一吻 最后出来好多人认 所以那个女的是找到了 那个男的有三个 都说是他 当初是我 符合特征 现在这一本世纪的世纪之吻 就是这一吻了 因为这都跟死亡有关系 都跟战争有关系 那是死亡的结束 那是死亡的结束 欢乐的开始 现在是死亡的开始 欢乐的结束 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们觉得 是不是有些人 把这个事聊得过分了 比方说啊 二一个28岁的小伙子 看着女朋友进去了 没准 你像有些女孩子就说 哎呀 他女朋友肯定会嫁给他 我说 他女朋友啊 想一想 就不会嫁给他 因为这个男的 不考虑后果的 对吗 但是实际上 这是玩笑了 但有些人 我觉得是不是聊得大了 就是说呢 就是说 跪接到中国游客呀 甚至有些人聊到 在海外的形象 说是只想到自己 不想到别人 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完全意识不到 别人的存在 你们觉得这事该怎么聊 我觉得是聊得 稍微大一点 可是这里头 有一个东西 让我们反响 这个美国 他对于自由 人权 还有秩序 跟保安 到底的冲突在哪里 因为我记得 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1970年 那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 是觉得 包括台湾在内 就你们呢 管得太厉害 你们什么都管 然后呢 完全不给人民自由 那是一般的态度 那么我们美国人呢 你看 就是对你们 我都不认得你 我就对你都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态度 慢慢在转变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现在感觉以后 美国管的可能比咱们还严呢 那我就不晓得 中国呢 机场是这样 这个事情呢 是偶然事件 其实不一定跟很多必然有关系 但是有必然的东西 就是说中国人对于秩序管啊 跟西方 欧洲 美国 包括日本 甚至香港 都还是有个区别 你比方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看红灯 你看行人 要是碰到红灯 你在有些 在欧洲那些地方 行人看到红灯 晚上没人 他也不走 在那里 那这个在美国呢 也没那么乖了 他有时候就走了 但是车子从来不走 车子就算半夜 那个路口没车 在中国内地呢 现在我看了 你到半夜两点钟的时候 车子就乱走了 除非有监视器 所以现在就得有监视器 基本上 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 只要我犯的这个错 是没人知道的 那就不是错 其实还是法式观念 就是 只要我做这个事情 是没有被惩罚的 那就不算错 他背后啊 就是说 没有人看到 我做这个就可以做了 那么 我觉得西方 他长期来 一个基督教影响着 还有宗教影响着 神还在看 头像三尺 中国古代也有的 现在我们中国人 都不怕神的嘛 没错 所以开车上最明显的 国内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不照规矩办事 只要这个事情 是没人罚的 有人罚他 过去他就 实际就跟你说 这里没探头 就这样 所以这点蛮严重 你比如说是 像这个年轻人 他钻进去 其实他知道 法律上还有保安跟他讲了 你不能进去 对 那你有一定的法律观念的话 就是 你的精神上体会的话 你就觉得算了 那我就隔着这个亲嘛 对 是吧 我接吻 我就隔着这个线 飞吻嘛 飞吻嘛 对 对 他就一看 没人就转进去了 你讲这种法律的尊严 我是这两天看香港的新闻 我有一点小感动 就是那个大法官 李国能 大法官 他好像就要不当大法官 他辞职了 最后一次主持什么法治年度 哎呦 我看到香港这个法治气氛 怪不得原来文道就跟我讲过 他说在香港什么人最有威望 你以为是什么特区首长 曾英权吗 不是的 法官 大法官 至高不上 就是很多大家有争议的问题 最后要弄一个专门委员会 谁来主持呢 大法官 大家都信任 是 你看这个李国能这个讲话 到最后 这个带的那个仪式感 在台上 所有的人带着那种假发 是 听他讲 然后他最后说 我就当十几年大法官 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誉 最后经久不息的这个掌声 李国能提早退休 这个香港的报纸形容 他叫 硬和 不是 硬后面是干净的 净净 硬净 这两个字 又硬又干净 他就讲了 他就讲了 香港这个司法的 这个司法的独立 司法的尊严 不应该受任何 其他因素的干扰 而且我就看 有的咱们那个 李秋路维写博客 还评论 就说 在民主方面 好像台湾的步子 比香港走的是大一些 但是在另一件事情上 就是这个司法独立 这方面香港很牛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时常有人批评中国文化里头 缺了一个 这个 就是我们讲 Divine Level 就是 就是超乎人的 这个精神 那么这个是一个 有宗教意义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 我们相信有个东西高于我们 那么我们要遵守 以前也有 以前有儒家的很多经典 那个 天地 以前就是礼仪嘛 以前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君君臣身夫夫之子 道理的礼 跟这个礼仪的礼 礼者礼也 那么他有个天理 以前讲这个 可是呢 他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大多数人呢 还是觉得这个天理呢 是很模糊的 不像一个上帝这么凶嘛 是吧 那么你真的信了上帝的 这个文化系统呢 经常会觉得 法律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 更高一个层次 超乎我们人能够判断的 那么这就 这就很重要了 那么我们法律 假如有具体的状况 做不清楚 那是因为我们人的错误 可是这个法理 它不应该会有错误 精神上不应该有错 现在中国人就聪明了 现在他们都觉得 都知道那些法理 都是人做的 对 都可以改来改去 他们看得很穿 所以就麻烦 最后就是一个点 只要不被人发现 我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你像上次 那个王萌老师 在我们这讲 他讲 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 引起他注意 就是现在网络上 随便骂人 人身攻击 他这个文章就讲 像你刚才讲 中国是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甭管他是怎么说 但是中国确实 这么多年出现了 一大批奴才 和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这鲁迅的话 他就说 那种 艳明正深 你这个 有人管着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是你的时候 你在那奴言悲息的 对领导拍马屁 是吧 但是一到匿名了 一戴一个面具就乱跳 就没人知道是你了 你就什么都敢干 他就说 这正是奴性的一种表现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郑教授的意思 不光中国人是这样 对啊 你看 我觉得最典型的 你可以看日本 那么他这个社会 跟中国社会相当的不同 可是他非常重秩序 那么你看 日本人一离开 他这个有秩序的日本之后 他做出什么事情来 是吧 对对对 他到珠海就不到对头 买村 他以前到台湾不是这样吗 你看黄春明写的那个小说 是吧 就是讲日本人嘛 他一离开日本 哎呀那简直就是疯狂了 千人斩俱了 我觉得他到中国 那个时候 比如说是南京大屠杀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的兽性出现了 也跟这个有关了 离开了他那个秩序 他到外边就就就就就没最大了 是吧 嗯 那么我就在想 那日本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那欧美的人 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呢 从人性上来讲 也是 但是只是他那个规范的时间久了 是 渐渐渐渐就变成一个集体无意识 哎 渐渐渐渐就到了红灯 比方我刚才讲红灯这个事情 我在红灯停下来 你说我想到上帝也没想到上帝 你说发呆也没想到 你习惯了吗 旁边就习惯了 而旁边的车 车车车车车车过去 坐在我边上的你讲这个 没摊头啊 你还挺 你讲这个状况 我在杭州碰到一次 差点把我压死了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前段时间杭州不是都飙车吗 其实嘛 飙车飙来飙去呢 结果他那个市委就下令 说是所有车碰到人行道都要停下来 好 那我那天 哎 我走到人行道 结果这个一个大巴士 就停下来了 哎 我说这么好 就再往前 出一辆小轿车 差点压死我了 这更危险 哦 原来是公家的这个车子 公交车听话了 听话 小轿车不听话 吃人的 真的差点压死了 那我觉得这个更危险嘛 不过讲回那个 那个吻摊机场啊 这个整个事件 就是因为这个吻啊 使整个事件添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你说他要是不是吻 他只是去找个行李 这个事情的新闻性传播没这么大 而这种机场最近去吻 其实也是受了美国文化的影响 对不对 中国人过去也没有 而且我觉得你讲这事啊 我觉得这个报道说 把它吻突出的是中文报章 英文报章 英文报章 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新闻 我听了这个这个NBC啊 我没看到 他没有强调这个Kiss啊 哎呦 这就是咱们媒体的这种 你注意一下 但是我 我告诉你 我以前插队的乡下 他们农民啊 他们就直接性交 他们不稳的 所以后来列宁在1918电影放 他那个瓦西里跟他妻子一拥抱一Kiss嘛 不得了 他放电影的人就把电影停下来 不行 然后跟农民说 两公婆 他说这是两公婆 两公婆 说明一下 然后电影继续放 第二天后来农民啊 他们就在里面说说谁谁谁啊 搞西洋 搞西洋 他们就把Kiss称之为叫搞西洋 亲嘴就是搞西洋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当然我们古代大概文是传统是很长久的 有的 我想相信 有有 不见得 我的文也是学的 那是现代 是学电影上 我才知道男女好像还有这一出呢 原来就知道性交嘛 是 所以从本能上 文是一个后来演化出来的 挺文化的一个 可是中国古代是有文的 中古代是 有的 有的 清嘴 清嘴啊 有啊 一直有 而且你看小说戏曲里头 讨论到这个东西 戏曲演 舞台不能演 可是小说里头都有 小说 但是至少我讲的 就在文库那个时候 在乡间 他们真的把这个行为叫搞西洋 所以现在搞到西洋去了 搞到西洋 把天翻地步 没错 就是